牧师师母 各位区长 还有这一次幸福小组的所有的同工 福长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这一次经历神的救恩 因为在9月7号 我们幸福小组的最后一天 不是有一些幸福小组的言训课吗 晚上回去以后 对 言训会 回去以后 十点半的时候骑机车 有一个坑洞三十公分 我没有看到 摔下去以后就这边着地 那个肾脏破裂 还有肺挫伤 结果9月8号 做了个咸饮祭直学以后 我就觉得整个晚上在那边非常的安稳 我非常的痛 可是我觉得我就一直祷告 还有那一天晚上 那一天整天9月8号在急诊室里面 经历生死的攸关 什么才知道说生死 那个劫难 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因为我才知道说 在9月8号的时候 感谢牧师师母 帮我带着所有的弟兄姐妹 帮我祝福祷告 我居然在9月9号就转到普通病房 感谢主 而且我还吵着 我还吵着护理师 他隔着窗户24小时 监控我们的生命 他还说 你不要常常下来 我说不是常常下来 身体的机能恢复更快吗 你说你肾脏破裂 你不可以动 我说我可不可以刮鬍子 他说不可以 结果我因为想说要回报 让你们知道我转到普通病房 我还要求他刮鬍子 刮完以后我PO一张相片 在我们恩宗里那堂 让你们知道我平安了 你们的祷告我都收到了 感谢主 我现在在休养 我相信主一定会医治我所有的症状 你看我讲话的样子 我现在正在修复当中 一定没有问题的 感谢主 阿妹 阿妹 那天我听见我吓一跳 说肾脏破裂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肾脏破裂 这是什么意思 是要怎样 你知道我有看过猪腰子 我没有看过人的肾脏 应该是那个样子 那个破裂是那个很软的东西 那个破裂会是要怎样 真的不晓得 我说主啊存留我弟兄的生命 他说那个血一直出来 你知道那个就是 你也没有办法用手去把它 就在里面 那也不能开刀 那弟兄姐妹很奇妙 上帝就让他的血 好像在一个膜里面 也就没有办法就不会再出来 就这样子 哇 弟兄姐妹 我们真是充满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我看到他 今天早上看到他 感谢主 好像看见天使来了 好 感谢主的恩典 弟兄姐妹要相信 医治会临到你的身上 神你知道慢性病一直的折磨你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让这个疾病 这是埃及人的疾病 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出埃及 埃及的病不能临到我们身上 阿们